苏利拉浪新村的村长 苏利拉浪国以名字苏利拉浪 起名苏利拉浪是因为这里原本是一片荒野的草地 苏利拉浪新村呢 距离积来市区有8公里 它有其他的称号叫小金山 五条市 农村 目前青春的人口大约有3000多名 这就是我们斯利安 我选择这里的集饭是因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发现它给我经验的感觉就是 所以外皮是碎脆的然后里面是多吃的不会柴柴的 然后它是一个星期只有一次之后星期天才会有卖的 平均来讲我每一个月大概都会来打包一次到两次 我在斯利拉浪经营这个小饭已经无二十多年了 在这个小店通缸 比较吸引人的就是面粉糕版面 如果是星期天我就有卖鸡饭 鸡饭通常都是 就是有时候都会吸引到外地啊 鸡丸啊或者海湯啊 其他地方的人进来品尝 这边的大鸡好吃哦 平常来这边打包多少次 每个星期都会来一次 因为啊一个星期才开一天罢了 买回去跟家人一起吃 所以现在也打包了那么多啊你看 它的大鸡哦 大鸡来哦 皮很脆 肉很软很好吃 所以它去大鸡就 每个礼吃每个礼拜一次 所以就很多人来吃